为了让辛苦的警察同仁们也可以凝聚彼此之间的情感 更提倡健康 县警察局17号下午举行的建走活动 在警察局长蔡定贤邀约之下 从警察局门口建走往美轮山一游 不仅可以欣赏花莲的美景 也让同仁们放松一下 出外走一走 让身心灵更健康 17号的下午三点钟一到 在花莲县警察局局长蔡定贤的号召之下 邀请县警局的同仁们 各份分局局长还有记者协会的朋友们 在警察局门口来个热身运动 扭扭四肢伸展筋骨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为了就是把自己身体能够加温 让学义循环能够更加舒畅 花莲县警察局局长陈敬贤表示 警察同仁们满意工作可以说是相当的辛苦 希望藉由建走的活动联络同仁们之间的情谊 同时也兼具身心灵健康 今天就是所有警察局的特事主管 以及我也要请电视评论的媒体 趁着今天的一个下午 风和日丽的一个状况 大家邀请来走走美人山 放松心情也健身 做一个大家互相的良好教育 在警察局局长蔡丁贤的站立之下 大家开始进行建走 一路可以欣赏美人山的这段风景 大家身体力行来建走 希望大家能够放松一下 享受健康的好时光 接着就好 或者让 或者让